我自己做的蜜蚊 豆瓣 有够热的 今天呢 出来主要是去Texation 搬点四起 反正还没有上班嘛 还没有上班有点时间就去弄一弄 因为我那个东西比较麻烦 所以目前为止来讲 现在这个时间 虽然讲上班时是人没有很多啦 一般情况的时候 其实人是很多 现在是8点 还差不多一个小时半呢 终于坐上了 所以 终于我回家 今天真的是很累的日子 因为我的Texation 比较困难 所以我去了离我公司很近的Texation 然后呢 也知道原来我在那边做不了 所以到最后呢 就只能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去那边 做完了也还算很顺利啦 只不过就是 有点圆 比较偏一点 所以现在上海的情况呢 就是你只要是去公共场所 就到包括 说巴士 坐 摩托那些 全部是需要有那个72小时的核酸报告 反正就是保证你的那个Code 是Green Code 所以呢 现在就是上海的各个地方 都有很多这些核酸采样点 一个小小的Station 一个mini box这样子 然后有两个洞 两个人手出来再给你坐 可是呢 基本上就是出现了爆满的情况 像我刚刚我也拍了一个小时半 然后已经有一些特别市中心的地方 是拍了两个小时 所以起码 起码哦 现在就是把这个PCR test ban 成的很常态化 某种程度上它能控制这个疫情 可是就以目前的阶段来讲 毕竟才刚开始嘛 所以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反正就是慢慢再去改进咯 就幸好今天还算是穿长袖 还有长裤 到晚上的时候期间 其实我是可以看到有蚊子飞 有蚊子飞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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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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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